臺北達星與臺灣銀行正面交鋒 年前才在明星賽 不斷線上爆控美季的達星 洋將Brand Davis 似乎還灌不夠 手接兩度爆控 Nice play 看起來很威風 但老虎兵團上半場 發生多達十三四十五 加上全隊二十四頭只有六中 讓台銀不費吹灰之力 以三四比二十一暫時領先 換場過後 達星士氣依舊低迷 為了往回頹勢 球隊一個周宜翔 要展現臺班LBJ的實力 拿到球就是一路往前衝 接把防守者擠開上籃得分 外線不準沒關係 死命王籃框進攻就對了 看看這一球BD不冠 直接騎在防守者身上 達星拿出十一比五攻勢 成功追到各位數差距 正常飛來飛去的魔鬼大廚沒有極限 決勝節又賞給對手一技 單手中扣 率領球隊逆轉超前 不想翻船的坦贏 最後兩分多鐘上井發條 先是Neville接到喇叭張博生的妙傳 灌籃得分 在奶爸射手陳順祥 也還顆三分蛋支援 縱使拉棒翔在倒數一分多鐘時 快攻上籃得分 又把領先要了回去 但關鍵時刻 能擬人外的Neville又來了 外線出手Big Shot 彈贏要到兩分領先 可惜只有三秒罰球機會 兩頭只有一中 留給達星追平希望 就看誰能夠當英雄了 各位觀眾快樂叫主林冠倫 零秒出手三分蛋 七十比七十 加班打延長啊 彈贏萬萬沒想到 劇本會這樣走 想要自己掌握命運 OT就得好好加油了 陳順祥龍鴻源接力得分 一波十比一的猛攻 奠定勝機 中場彈贏就是以八十七比七十八 收下年後比賽的第一場勝利 回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